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叶子 这一期视频呢,咱们就来好好聊一下 十月的通证伙伴,维尔哥,鬼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双形态伙伴 操作难度呢,比较一般 但是操作上线非常高 和往期视频一样,咱们先看一下 移动动作,闪秘动作,以及它的模型 这个角色一一是纸枪 后续的攻击呢,就是使用自己手里面这根猪干 而且呢,普通攻击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 咱们后面来讲 这个角色的普通攻击整体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呢,可以2A 2A的时候可以打很多套 可以用来卡CD,也可以用来正常连招 常驻技能是一个远程攻击 攻击伤害比较高的 可以打个9000左右 E技能,飞踢,飞身踢 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角色长按普通攻击呢 可以进行一段霸体的附带移动效果的格打 格挡成功,可以使用一段霸体的武装色攻击 远程,近战,还有防反 不要小看这些机制 在实际实战的时候,这个角色打起来非常灵活的 2技能是一个核心技能,可以充能两次 每次点击,可以增加一段闪 可以理解为在短暗的时候 这个角色,包括正常的三闪,它可以有五个闪 如果是长暗,可以一次性消耗两个 一段瞬移无敌 无敌结束呢,使用纸枪攻击敌人 这个技能非常非常的强 可以直接侧拉顺闪,躲了圆柱之后 再次命中攻击 前面说过这个1技能速度适中 然后释放的伤害出得很快 命中级浮空 这个角色突出的就是一个灵活 上限很高 小奥义第一段进入全身武装色覆盖 命中敌人之后会造成眩晕 这个状态下,维尔哥的技能会得到一次全面的强化提升 首先是平易的伤害 防范没有变化 防范成功还是一个霸体的位移 这个武装色 循战当中这个技能也是各种秀翻好吧 第二段的小奥义就变成一个武装色 拿着这个棍子挥一下 一棍子下去1万5的血 打伤害非常的快 比起常态下的2技能得到了10世级的提升 短暗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一段无敌的短距离的位移 如果是长暗就不一样了 一段顺闪,二段命中 最远的距离应该是可以打到全土的 然后也是可以侧拉出去 侧拉到超远的位置 然后还可以直接命中 不过大多时候都是用来躲圆柱用的 用来骑手这个还是很好躲的 常驻的这个此技能呢 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首先释放这个技能的时候 霸体加全土攻击 但是这个很好躲 小奥义的攻击范围呢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攻击范围呢还是很可以的 这棍子如果加上爆气 这一通伤害打下去 最后用它收尾 还是很猛的 主要一段即时演算动画 然后也是近战挥下棍子 很有趣的一点是这个奥义 现在咱们释放的时候是属于全身武装色的状态 如果是用那个没有全身武装色的情况下放旧奥 比较简单 然后也比较简洁的一个旧奥义 这两个状态不同情况下的模型释放出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这一点还是可以的 这个角色第一个激动技能乱披风棍法 不是玩梗 这个激动技能就叫这个名字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激动比较少 但是打些有元素化的角色呢很好用 因为它是有武装色的 另外一个激动技能呢叫武装色铁块 在正常没有变身之前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这个激动技能在变身之后呢会是一个被动技能 可以提供高格的减伤 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没有变身之前 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如果变身之后呢 这个激动技能身上会有一个这个特效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咱们让索龙过来打我们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 这个索龙打了这一套伤害 把我们打到保护 同样和刚刚一样 还是这样的平A打一套下去 明显那个扣的血要少很多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应该是在测试的时候是百分之三十 这个减伤效果呢要以上限的版本为准 援助技能和新世界索龙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比新世界索龙的更好用一点 它是一个比较召唤出来之后呢 它会有一段锁定 可以追踪到的距离还是蛮远的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带另外一个激动技能 就是那个铁块 武装色铁块 可以减伤那个 因为本身这个角色机制还蛮灵活的 进攻性也很强 通过检视